Hello 大家好 我是多倫多阿May 我站的地方是十六街和Woodby 交界的三十八號 Buttonfield Passer的停車場 在我後面的街坊都很熟悉 走過都看到了 海棠茶餐廳 我今天來這間茶餐廳 就是因為今天是12月12日2020年 過多一天這裏就會慢地試 又是要封城 所有的堂食又要生回來 有得吃就吃 我帶大家去看看 中文字幕志祥寧 中文字幕志祥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星期一開始又說要封城 只可以有外賣 不可以堂食 我就趁堂食的前一晚 盡量吃一吃 因為這次封城就要到一月中 雖然這裡都可以做外賣 一向有疫情之後 這裡的外賣都很厲害 經常都在排隊整條 可以在這裡排 但是現在可以堂食 我就盡量先吃 遲些才來外賣 不說那麼多了 先喝一口湯 先喝一口湯 哇 有花其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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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下次要等什麼時候 所以今天就叫得豐富一點 這個首先介紹一下 這個是椒鹽豬扒仔 另外呢 蒸臘魚 這樣外賣都有蒸臘魚 我知道很多人來就是 問還有沒有魚 還有沒有魚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雲魚聖瓜 爆牛肉 另外這個就是 蔥香雞 非常好吃 我現在逐樣試試 先吃魚 這裏的魚 比較受歡迎的原因就是 它的汁 跳得非常好 我知道一定是有麻油的 很多人外賣都整條蒸魚 這樣外賣回去 我上次來就試過 那些人一來到就問有沒有蒸魚 這樣發覺是沒有 那我都試過一次是這樣的 今天真是幸運 嗯 跟著 椒鹽豬扒仔 這個吧 這個吧 嗯 嗯 嗯 很香脆 又軟 又好吃 又不太辣 剛剛好 這道菜 很受歡迎 嗯 新鮮 因為 沒得說 你一間餐廳 如果是人多來幫襯 流量大 所以它的肉料一定是新鮮 好了 現在就到這個 蔥香雞 很香的洋蔥味 好 先吃一點 嘩 震震震震震震 一邊一邊震震震震 看到了新鮮嗎 嗯 好吃 很有雞味 加上通香和蔥油的味道更好 不可不食 這個一定是酒地雞 跟以前很不同 酒地雞是比較少的供應 現在好吃的攤館 都會用酒地雞給大家 新鮮又好吃 又好吃 不點姜蓉都可以 好 這個要用刀叉 刀叉切 大家猜猜這是什麼菜 不是這麼多地方有得吃的嗎 這個 潮式蠔仔餅 就是類似台灣的蠔仔煎 這個也是很好吃的 先嘗嘗 嘗嘗 嗯 嫩 蛋煎得很嫩 加上蠔仔 非常好吃 還有一些香菜 芫荽那類的 那咬下去 有時候就會灑灑腥 大家如果是掛著紅色的 即是潮州的東西 可以來這裡 試一點 還有一個汁在那裡搭配 不過覺得 就這樣吃都可以 雖然呢 我就覺得不用點汁 但是也要 嘗嘗什麼味道 告訴大家 先點一下 嘗嘗 嘩 原來是魚露 很鹹 不用點 不用點 就這樣就可以了 嗯 真的就這樣吃好 好了 接著呢 就吃最後一個菜 雲耳聖瓜 哇 炒牛肉 當然要雲耳 要聖瓜 還有些洋蔥 嗯 還有些洋蔥 嗯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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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些燒汁 下去 還有有酒 有酒香 炒得火候是剛剛好 牛肉又嫩 嗯 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時候 之後呢 遲些可以過來 叫一下外賣 外賣都很好吃的 回到去 我剛才一路吃飯 一路大家都看到 不斷是 有人來拿外賣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呢 因為便宜漂亮正 嗯 有其他的菜 大家 或者是 我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菜牌 你們自己參考一下 看看有什麼喜歡 就自己來叫一下 試一下 我光顧了很久 差不多 有十五年以上 是老顧客 再次回到你們 又被人家 李先生 有個心裡 都被人家 都被人家 被人家 人家